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近日台湾侵略民调显示 蔡英文在台湾岛内的声望有所升高 范绿阵营借此来吹捧民进党当局在疫情应对方面的表现 此时侵略机构为什么炒作蔡英文的支持度 而蔡英文为了提升支持度又进行了哪些政治操作 好 就这样一些话题为您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正式电子报的社长赖月谦先生 北京社科院台研所的副研究员钟厚涛先生 欢迎二位 李红好 钟教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主持人好 台北赖教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看到岛内的侵略机构做了一份 民进党执政满意度的调查 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媒体报道 侵略机构台湾民意基金会近日举行2月民调发表会 该民调报告指出 蔡英文声望高达68.4% 居高不下 七成二民众对防疫期间蔡英文当局的两岸表现基本上满意 在政党支持度方面 民进党的支持度为41.1% 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度为12.5% 两者相差悬殊 民调报告指出 蔡英文声望上升主要影响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2020选举的结果 另一个则是民进党当局在应对疫情方面的表现 评论认为 蔡英文在选举期间 以及利用防疫之际 发表台独言论制造两岸敌意 进而操纵民意 已经成为它获取支持的主要手段 在这份民意调查当中 我们看到它给出的民进党执政的支持率是68% 但是很多人都认为说 因为它是侵略机构做的民意调查 所以很有倾向性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评估呢 确实 因为侵略机构的民意调查 它一定会有机构的效应 也就是说 当受册的民众它一看到说 原来是这个机构 它知道这个机构是属于 跟民进党比较有密切关系的 所以它本身也可能会投这个机构的所好 我们叫做机构效应 这个是不能排除的 第二个呢 这个机构在过去 它的负责人跟蔡英文是有点比较对着的 有点是对抗性的 但是它是在党内的对抗性 不过由于蔡英文最终 还是在党内脱颖而出 然后在这次的选举中 击败了国民党的候选人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机构也很有可能 也透过这个民意调查 那么像蔡英文表达输成的可能性 也不能够完全排除 所以这两个可能性 都不能排除的情绪下的话 当然蔡英文的民调的支持度 就会史无前例地高涨 这是我们所能够推理得到的 但是客观地来说 其他的机构所做出来的民调 我们看到蔡英文的支持度 确实是比较高的 那也就是说没有高到68%这么高 但是目前来讲 它受到台湾民众的支持度 确实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里面我们就谈到了 第一个就是两岸政策的问题 刚好台湾在这一次的 投票完成之后 之前一点点 大陆就已经有发生了 这个新冠肺炎 那到了投票完了以后 新冠肺炎在武汉这个地区 在湖北这个地区 那么开始往外扩散的时候 台湾的民众 有些人就把它产生了一个连结 就是说还好 两岸的关系紧张 所以两岸的人员的互动 的关系来往的没有那么的密切 大陆的观光客来到台湾少了 所以这个没有把疫情带到台湾来 因此他们就这样子一个推论说 蔡英文的两岸政策反而使台湾 免于这次疫情的比较重大的波及 那当然还有在这个疫情的防控的 这个部分里面 民进党第一个时间就对于大陆采取非常不友善的 而且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态度的情形下的时候 相对于日本跟韩国 台湾好像疫情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又比他们好 这样的情形下 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的部分的民众 把它顺理的推理过来 会认为说两岸政策蔡英文是正确的 所以他的好感度就往这边来上升 不过既然他用飞龙在天来形容蔡英文目前的民调 可是他忘了在疫情里面的潜挂 飞龙在天之后那么就是抗龙有悔 换言之也就是说也可能这是蔡英文的最高点 那换言之相当有可能蔡英文的民调的支持度 会从这个最高点开始往下走 就是进入了我们所谓的抗龙有悔的这个阶段 为什么太骄傲了 太膨胀自己了以后 那么很容易犯错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相当有可能后面的一连串的失误 或者是台湾的疫情没有控制的 很理想的情形下 也跟韩国日本一样 爆发出群聚性的一个情况 失控的情形下的时候 台湾的民调的支持度是转变得很快的 今天你很高 明天就很低 韩国瑜也是这么一个例子 所以蔡英文也不能不可能一直在飞龙在天 我觉得抗云有悔 有可能是下一个阶段 他可能要遭遇跟面临的 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一个民调数字 蔡英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清律民调机构向蔡英文投诚的话 那我们注意到TVBS的民调机构也做了一份民调 那么她的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民意支持度也是升高的 所以说是不是蔡英文本身 她在获得选举胜利之后 在岛内的民意支持度的确是上升了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就是蔡英文还是那个蔡英文 民进党还是那个民进党 但是仅仅过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她的民意支持度呈现了一个上升的态势 而且上升的速度非常强烈 那么是换人了吗 没有 还是同样一批执政团队 那么是做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吗 也没有 没有什么重大的事情 那么她为什么民调支持度会蹭蹭上涨呢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变量是什么呢 就是在野党的监督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台湾地区这样一个社会而言 它在野党最大的职责所在 就是监督执政党 而现在台湾的这种在野党 包括国民党在内 那么因为内部的问题 例如说国民党 它现在忙着党主席的选举 都开始忙于内斗 它根本没有时间 也没有精力去监督执政党 它没有时间精力去监督执政党的话 那么执政党存在了很多问题 包括执政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弊病 那么就没法因为这种在野党的监督 而能够被呈现出来 当它无法呈现的时候 民众自然也就不知道 所以民众看到了只是一个被遮蔽的 这样一个执政党的绩效 那么都认为 那么蔡英文执政党不错 所以我认为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变量 就是执政党的这种强有力的监督 它现在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 还有刚才台北赖教授所说的 一个机构效应 机构效应就是说 现在侵律的这是民调 发布的民调自然要向蔡英文进行输成 然后进行示好 还有一个刚才主持人所说 TPBS这样相对而言比较中立的民调 那么他也有必要在蔡英文已经明确连任 成功的情势下 他也要向蔡英文进行一定的输成 一定的示好 因为他如果不向蔡英文进行输成示好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未来四年 他有可能无法拿到执政当局的一些所谓的案子 用大陆的话来说就要项目 也就是说无法获得执政当局的一些资金的支持 那么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不违法向蔡英文进行去进行示好的话 那就意味着 那么你将来就有可能会遭到执政当局 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审查 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刁难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一些中立的媒体也开始 那么中立的机构也开始向蔡英文去进行 那么去进行所谓的示中去示好 那么如果说是民调机构 它有失它的准确性的话 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猜测得到的 刚才您提到的另外一点 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的 那就是在野党存在的问题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 这可能也是会被大家忽略的问题 是因为现在在野党太弱了吗 没有给执政当局足够的监督 所以才支持这样的一个局面吗 在野党目前的情况确实是弱 而且弱到非常离谱的一个地步 也就是说在野党已经把他基本的党魂都失去了 我们在过去来看整个国民党的历史 国民党过去的历史 他当时从中山先生建党以来 就是要恢复中华 也就是要让中华 那么在整个世界上重新复兴 那么要站起来 所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一直是国民党长期以来守走的路 那这样的一个一贯的党魂 一贯的立场 那么最终两岸之间走向九二共识 也都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不过我们看到目前的在野党 特别是国民党最大的在野党 最大的在野党 国民党在这个时候 他却要把九二共识放掉了 那另外一位党的党主席的候选人 却主张说连大三通也不排除 把他取消 现在更主张一个说 两岸之间要相互承认 或是互不否认 那相互承认 你是要相互承认 他又强调他是中华民国 那你等于是要推向 两个中国这样的一个方向发展吗 所以我们看到在野党目前 由于党内的主席 在选举的过程中 彼此之间的 那么还是不断地陷入这个斗争 然后在不断地竞争跟斗争中 程序也有问题 然后再加上 自己推出来的不分区的名单 例如说像吴思怀 他们也不支持他 那么党内也不团结 甚至在这个立法机构 选负责人的时候 他们提名的人 还有人跑票 没有党魂 没有政策主张 内部一盘散沙 我们所看到的在野党的情况 使更多的选民对他失望 所以在野党的支持度 就一直往下走 一直往下走的情形 相对来讲就衬托出 民进党的团结 衬托出民进党的士气 也衬托出蔡英文的声望 所以我们看到 这是一个对立面 目前来讲 在野党选得最大的在野党 软弱无力 那民众党还不成气候 那其他的党 本来就是绿营的一个同盟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我倒认为 确实在野党本身 失去党魂了以后 他在台湾这边的活动空间 而且也使蔡英文 他们这些主张台独人的气焰 当然就更高张了 防疫期间 蔡英文的政治操作 被认为是执政加分项 是不是意味着 民进党操纵民意 取得成功 以仗高支持度 蔡英文接下来 又会有哪些动作 请继续收看 《喊下两岸》 如果说对手比较弱的话 那就显出了民进党当局 声量比较大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给民进党当局 制造了很多机会 比如说 让他炒作抗中 让他在疫情防疫的时候 也打这张抗中牌等等 那么如果说 一再地给民进党当局 制造这种打抗中牌的机会 那是不是就会让民众 误以为抗中是对的 所以说这个时候 国民党的监督不力 是不是也是让民进党 很容易去打这张牌 操作这张牌的时机 确实是这样 因为国民党的立场没有清楚 而且国民党没有把民进党的这些轨迹 它本身要挑弄两岸之间的矛盾 的所有的计谋 那么跟民众讲清楚 甚至没有透过 在议会里面咨询的时候 或者是在记者会 或者是在这些 我们所谓的 这个政治的这些谈话里面 把它讲得很清楚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这个疫情一开始的时候 民进党就很努力地做一件事 那么他先指控 中国大陆隐匿疫情 这是他一直在努力做的 说大陆隐匿疫情 造成民众对大陆的不信任 第二个他又开始在强调的就是 大陆在疫情中有灌水 有造假 然后接着他就在强调说 WHO本身图利 或者是那么过度亲中 然后所以WHO也不可靠 接着他又开始要强调 我们要加入WHO 这本身就矛盾了 你一方面一直在否定WHO 然后二方面又不遵守WHO的规定 因为WHO它的规定里面是 未来就是从今以后 我们对于这个病毒都统一 称为COVID-19 也就是新冠肺炎 但是台湾这边 那么民进党当局 还有他的媒体 还故意一定要强调 是武汉病毒等等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又一直批评WHO 本身又不遵守WHO的规定 然后却又要求要加入WHO 还动员美国等这些国家 那么再声援说台湾要加入WHO 当然被大陆一旦否决了以后 他又开始激化说 你看大陆不顾台湾 2300万人的生命 然后连台湾家族WHO都不同意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然后接着就对于滞留在武汉的台湾的民众 那么把他接回来的问题 又开始在台湾制造说 大陆把台湾的民众当人质扣押在 这个武汉这个地方 那么罔顾台湾人的生命跟安全 从这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知道 民进党不断地在操作 在不断地操作激化两岸的仇恨的同时 战野党国民党没有任何作为 非但没有任何作为 还有部分的这个马应九时代的 这一些政务的这个负责人 而且是管医疗的等这些负责人 还配合民进党当局来去指控WHO 过度轻忠 然后来去指控说WHO引力移情 大陆这边的数字那个不清楚 大陆的医疗设施非常差 大陆的防疫非常差 然后大陆怎么可以扣押台湾的人质等等 他们还不断地在帮他推破阻拦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看到了 那么就等于是民进党这样做 而国民党的前任的官员也在旁边配合 然后国民党的现任的这些立委 或者是党中央也没有做任何 跟民进党相互对抗的所有的措施 就在台湾上下就造成了一片 因为变成朝野同生 这样的情形下就形成了 好像大陆对不起台湾这样的一个氛围 我们看到也有一种评论认为说 就是因为蔡英文当局在岛内不断地炒作抗中 致使现在会让民众产生一种错觉 认为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正确的 所以说就给了绿营炒作这次民意支持度 一个机会 机会是什么呢 说你看我们的两岸政策是对的 所以说民众才会支持我们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 在岛内会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那么这两个本来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问题 那么一个是抗疫情 然后另外一个是两岸政策 那么现在蔡英文当局很明显 是撒一个弥天大谎 将两个本来不相关的事情 给他有意义的关联起来 那么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执政 还是民党执政 那么其实我们都需要去共同做的事情 是两岸应该是共同的携起手来 来去共对疫情 然后去共同的来去对付 去这种共同的做好这一次疫情的防护工作 也就是说疫情 那么这一次的新冠病毒 才是两岸共同的敌人 那么现在蔡英文当局故意有意去转移话题 然后把本来应该是联案共同敌人的这样一个疫情 转化成了那么所谓的中国大陆是台湾的敌人 然后就完全变转变了这样一个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蔡英文当局就通过这种方式 一花筋末的方式 然后来去不断地在岛内炒作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反路 然后抗路 仇怒的这种氛围 但从整体上来讲 那我想这一次蔡英文当局 无非最主要的目的是像在岛内渲染这样一种氛围 然后再给岛内的这些民众 特别是侵略的民众再一次洗脑 那么就认为他现在的所谓的抗路 那么所谓的保台的政策 那么是个正确的政策 所以你们当时选择我 那么是正确的 那么未来这就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 这种负面的恶性效果 那么就会导致 那么蔡英文当局会把其他的相关的政策 那么或者说本来和领安政策 不相关的政策 它会把和领安政策进行叠加起来 那么就会导致 那么就领安议题在岛内被完全的放大化 因为本来领安议题只是一个单纯的领安议题 那么未来就会变成一个泛领安议题 是的确是这样 现在我们看到民间党当局 无论在处理什么样的议题的时候 都会裹挟两岸政策 都会打抗中派 然后进而去裹挟民意 我们都知道这个谎言 你说过上千遍 可能你自己都会相信 所以说如果他一再地做这样的粗误的引导 那么岛内民众一定会被他所引领 最可怕的是他还要再执政四年 我们看到也有的机构做出民意调查 说现在在岛内也有大部分民众 他们对于他们是台湾人的认同度 甚至高过了他是中国人的认同度 甚至高过了双重认同度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不是就验证了 蔡英文之前执政的四年时间 民进党做的这样的一种误导和宣传 已经发挥作用了 我觉得它确实发挥作用了 这个是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是何等严肃的问题 我们的身份认同也代表 我们是同属于哪一个文化 同属于哪一个民族 例如说我说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华民族 我们是中华文化孕育下的子民 这样的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个本来在台湾也没有问题 也就是说在我从出生开始 我接受的教育我们的氛围环境 那么甚至连当时的一些民进党的 前身的那些人 他们也都认为他们都是中国人 都没有问题 都是中华民族 都是炎黄子孙 这个都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看到后来民进党的 他们开始在修改教科书 那么修改课纲 然后经过二十几年以来的时候 他们把他跟中国大陆的根 把他切断了 在这个阶段里面 那当然就培养制造了 这个四十岁以下的这群人 他们的身份认同产生了矛盾了 因为他们到底是中国人 还是同时也是台湾人 或者是他是台湾人 同时也是中国人 还是中国归中国 台湾归台湾 那本来这是身份认同的问题的话 那么是可以经过时间的历练 他慢慢地在成长 那么例如说有更多的人 去过大陆以后 他本身那么 认同这个部分 他会找到他的归属感 但是问题就在于 台湾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是没有去过大陆 我再强调 台湾绝大部分的年轻人 他可能有去过日本 有去过韩国 有去过东南亚 可是他没有去过大陆 那也就是两千三百万人里面 有一千多万人 宽到两千万人 是一生从来没有去过大陆 这样的情形 他们根本不知道大陆的发展 他们跟大陆的接触 事实上也是很有限 所以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些媒体跟政治人物的操作里面来 好 那当蔡英文不断地在创造这种两岸之间的矛盾激化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 开始被强化了 那这次大陆的疫情中 那么加上民进党强烈的丑化 那么去这个攻击大陆的过程里面 那么激起了更大的一个仇恨了以后 这个情形下的时候 两岸的民众 特别是台湾民众的这种身份认同 他的本身的强化内部的身份认同 跟大陆的身份认同的疏离 就开始这样发生了 我觉得这个是民进党 他尤其蔡英文 他有意地 有步骤地 有方式地在利用任何一个事件 利用任何一个机会 那么再去强化身份认同 强化只认同台湾人 这样的一个工作中 他是不予一力 有战略 有步骤 有计划而做 而他的效果确实已经呈现出来了 的确是民进党当局非常会操弄 特别是在破坏两岸关系方面 裹挟民意的方面 如果说蔡英文想要去改善两岸关系的话 那么这一次在抗议的过程当中 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当局的表现 对大陆的抹黑 拒绝台胞台声反台的种种事情 可以看出 他根本不想去改善两岸关系 那么接下来蔡英文 会不会在两岸关系上表现得更加激进 那么这一次的民意支持度的调查 会不会给蔡英文当局在两岸关系上制造更多矛盾 以信心 这是不是都是接下来我们需要并且去关注的一些点 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隐患 那么蔡英文未来是不是会往更加激进的方向去迈进 那么这是一个不能被完全排除的可能性 因为就蔡英文个人而言 那么他已经没有了连任的压力 也就是说他在未来的四年 可以肆无忌惮地来去推进 他想去推进的事情 那么就岛内的政治生态来看 那么现在整个台湾存在着一个蔡英文一人独大 那么蔡英文的所谓鹰派一派独大 而整个民进党一党独大的格局情势下 那么他整个对于蔡英文 对于民进党缺乏有力的制衡 那么这就意味着蔡英文 以及整个民进党所想推行的 这种所谓台独布局 有可能会以更大的步伐来往前去推进 所以未来有几个风险 那么是值得两岸有时之时高度去警惕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在政治方面 蔡英文当局有可能会继续拒不接受 九二共识拒不接受两岸一中 那么甚至还有可能加大去诋毁 去抹黑我们的一国两制 那么在军事方面 蔡英文当局还想去加大所谓 以武谋独的力度 那么不断地想通过制造所谓潜艇 拉美国入火 购买美国军火 等各种方式来强化自己的这种军事战力 来加大对于两岸的这种对抗力度 那么在经济上 蔡英文当局来不断地想去通过 把从大陆的台商 然后往东南亚往台湾去转移 来去弱化 甚至想去切断两岸的经贸联系 然后所以整个蔡英文当局未来走的 有可能是一个立体 全方位的所谓台独布局 那么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想说明的是 那么所谓的妖魔鬼怪 无论他怎么蹦的 无论他怎么闹腾 他都跳不出孙悟空跟他画的那样一个圈 孙悟空即使能够一个跟头翻十万八千里 但是跳不如来佛的这种手掌 无论蔡英文当局如何去折腾 那么我想 未来中国大陆对于两岸关系的主导权 以及主动权 那么将始终地牢牢掌握在手中 两岸关系还始终会依然 那么处在中国大陆的这种手中 那么未来中国大陆将会以坚定的意志 然后继续去推动国家统一 继续去挫败任何形式的态度 分裂相近 所以说对于蔡英文来说 他的民意支持度到底高还是低 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看他在两岸关系上 有什么样的作为 那么接下来蔡英文在两岸关系上 还会有什么样破坏的操作 这都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地方 而特别是现在岛内在选举之后 在野党又非常弱 内部不团结的情况下 对于蔡英文来说 接下来他在两岸关系上 是不是会更加激进 那么如果说更加激进的话 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 这都是接下来值得观察的地方 好的 非常感谢二位嘉宾 对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李鸿 钟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好 谢谢主持人台北赖教授 各位观众下次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好 观众朋友 好 观众朋友